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各位同学,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说 如何用切线跟发现分量来描述曲线运动的一些案例 来跟大家做练习 好,假设现在有一个人正在滑雪 然后它是沿着一个抛物线的路径到达A点 到达A点的时候它的速率是每秒6公尺 而且是以每秒平方2公尺的加速度来做加速的 然后我们希望来求说它在A点的这个时候 它的速度的方向还有加速度的大小以及方向是什么 那同样我们把这个滑雪的这个人呢 把它尺寸变成忽略变成一个指点 假设它沿着这个路径来做运动 那所以说这个题目的重点呢就是说这个滑雪者的路径是已知的 就是像右下角这个图写的 它是y等于20分之1x平方的这个关系 好,我们看看怎么求解 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它的路径是用x跟y的作标来表示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A点上建立一个切线跟法线的一个作标 比如说现在图这个样子 切线就是,切线作标就是,切线的方向当然就是它的切线 那法线就是跟它垂直的,而且是往内的,往out側的 然后我们先看看速度 然后速度它永远都是跟这个切线方向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y是等于20分之1x平方这个函数了 那所谓切线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求dy除以dx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y这个式子对x做一次微分 就会得到10分之1x 然后我们知道A点这个位置呢 图上有告诉你说它的x是1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10带进去 就知道dx现在是1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A点它这个速度呢 跟X轴的夹角,这个θ呢 就会是Oct1 那就求出来就是45度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它这个A点的速度呢大小是6 然后它的方向呢是左下的 跟那个水平的轴的夹角是45度 那速度就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看看加速度 我们知道加速度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决定 就是代表说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切线的方向的分量 Ut的分量 它大小是V dot 一个是法线方向的分量 Un的前面 代表它的大小是V平方处于R R是它的曲率半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曲率半径 到底是多少 在A点的时候 A的坐标是15 那曲率半径的公式呢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它的分母是Y对X做两次微分的大小 就绝对此 那分子呢是1加上Y对X的一次微分的平方 之后再整个取三次方 这个是R的公式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Y对X的一次方 跟Y对X的两次方 那一次方刚刚我们已经求了 但我们现在做两次微分的 刚刚讲说是两次微分 所以就是再把1X再做一次微分 就会变成1分之1这个常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分子跟分母都可以 代进去求了 我们代进去之后 然后这样X等于10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数字 求出来是28.28公尺 代表说它现在的转半径是28多公尺 那我们就可以把公式代进去之后 把A点的加速度求出来 所以它那个V'就是它现在的切线加速度 我们题目告诉我们是2 加速中 然后V平方V的话是6 是题目告诉我们的 然后R是刚刚我们求出来是28.28 那代进去之后就求到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是2 一个分量是1.273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现在这个加速度的大小呢 就是这两个分量的平方相加开分号 就是2.37公尺每秒平方 那它的角方向呢 我们比如说用这边这个图来表示 然后它的方向呢 我们用从这个水平轴 这个蓝色的水平轴来算的话 它要先转一个45度到这个斜面 然后再转90度到那个法线的UN的方向 然后再转一个phi 就得到A的方向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phi求出来 就会是Arctension的1.273分之2 那算出来就是57.5度 也就是说最后那个加速度的A点的大小呢 是2.37 然后它的方向呢 就会是沿着水平轴再逆时针转12.5度 就是57.5加上90加下45 再转到180度这么大 那这就是完整描述它的加速度了 好那刚刚我们用一个取历半径的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看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现在我们看看说 如果现在曲线上有两个点 一个是P点 一个是PBrown点 然后它的这个弧常的间隔呢是DeltaS 然后P点的角度是θ 那PBrown点的角度是θBrown 所以这个Deltaθ呢 就会是θBrown-θ 就是这个切线从P移到PBrown 需要移动的角度 那我们知道说 从P到PBrown呢 这个平均曲率的定义呢 我们就是Deltaθ 去除以DeltaS 就是说你单位移动距离的时候 它的角度的变化量是多少 就是曲率的定义 那在P点这个顺时的曲率呢 我们叫它Cappa Cappa的定义就是 当这个Deltaθ除以DeltaS 当它DeltaS 无限小的时候 它就可以写成微分的形式是 dθds 那为了要求这个dθ overds呢 我们就要再用一下连锁率来求 就是把我们Delta除以Ds 写成Delta除以Dx 再乘上Dx除以Ds 分成两部分 把它放在那个图面的右上角 我们先看看 那个DeltaDx是怎么求 其实它就是利用一个这个三角形的关系 我们现在DxDy呢 就会是现在这个 它的斜率的部分 然后它的现在这个夹角呢 就是θ 然后它这个 弧场就是Ds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Tangent的θ呢 就会是Dx分之Dy 所以θ呢 就会是Arctent的Dy overDx 然后我们现在要求的是DθDx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式子呢 对X做微分 那Arctent的Dy overDx呢 这个东西的微分呢 微积分有公式 就会是你现在这个DyDx 假设是一个变数 就会变成1加上这个变数的平方 分之这个变数再对X做一次微分 好 然后就可以变成分子变成Y对X的两次微分 分母就是1加上Y对X一次微分的平方 那我们看看 后半部这个DxDs 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也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它就是一个 我们发现说它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说Ds呢 就会是这两边的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我们要求的是DsDx这个关系的导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Ds呢 去除以Dx 就等号右边我也去除以Dx 好再把这个Dx移到根号里面去 那这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Dx的平方 那我们就把它做化解的动作 就变成1加上DyDx的平方 那我们现在要的是Dx over Ds 所以我们把它做导数 或者原本的导数 然后就等于这个根号里面这一串的导数 那所以最后我们这个曲率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两项 这两项我们都把它整理出来 这是第一项的部分 Dc除以Dx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Dx除以Ds的部分 我们把两项合在一起 就可以整理成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真正要求的是曲率半径Rho 那我们知道Rho乘上这个 它的角度Dc就会是这个虎长Ds 所以Rho是Ds除以Dc 然后它刚好跟我们曲率的定义呢 是导数的 所以kappa的导数就是曲率半径的Rho 所以Rho就是等于kappa分之1 就会等于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式子的相反导数 那分母为什么会取绝对值 只是因为说我们希望这个半径是正的 不要负的半径这种怪怪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取一个绝对值 那这就是Rho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现在有一个赛车 它呢 它是在一个半径300公尺的水平的一个圆形跑道上行驶 然后它的速率是1.5公尺每秒平方的增加率 由禁止开始加速 然后我们要求它说到加速度变成2公尺每秒平方的时候 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也把这个时候它的速率是多少把它求出来 所以这个 题目的特色之一就是说 它是一个圆形的固定跑道 然后它第二个特色就是说 如果同学再仔细观察一下 它会觉得怪怪的 它会告诉我们说 它的加速度呢 就会是1.5公尺每秒平方 但是题目又要问我们说 它变成2公尺每秒平方的时候 所需要的时间 那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加速度是定值1.5吗 为什么会叫我们变成2的时候呢 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这是曲线运动 所以它除了切线方向的加速度之外 它还有法线方向的加速度 所以它才会增加 更正你的速度会增加 我们来看看 先定一个坐标系统 就是因为我现在路径是 已经知道就是一个圆形 那我们就把它的那个切线跟法线的轴呢 把它圆点放在这个赛车上面 切线就是它的路径的切线 那法线就是沿的指向圆形的部分 那加速度的部分呢 我们知道加速度的大小就是它两个分量的平方相加开根号 然后切线方向的加速度 题目告诉我们是1.5公尺每秒平方 那法线方向的加速度呢 会跟它的速度平方除以r 除以r就是它回转半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速度求出来 因为现在r就是它的半径 我们已经是已知的 它的速度呢 题目告诉我它是一个等加速度的状态 所以后来的速度会等于原来的速度是0 因为它是初速度是0开始的 静止开始 加上它的加速度是1.5乘上时间t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v等于1.5t带进去 加速度那个法线加速度的公式 所以等于v平方除以r v带1.5t 所以整理出来r是半径300 所以整理出来就是0.0075t平方 然后题目要问我们说 最后加速度大小到达2的时候需要的时间 那我们就把2带进去最上面这个公式 所以最后加速度是2 然后切线加速度一直都是维持1.5 那法线加速度呢就是我们刚刚整理出来是0.0075t平方 把它带进去之后 这里面是有t式位置数 那把它整理一下 把两边同取平方 然后把有t的放在等式左边 剩下的放在等式的右边 就可以把t求出来 t求出来就会大概是13.3秒左右 所以时间我们知道了 所以最后的速率呢就会是 我们要求t等于13.3秒的时候的速率就是 v等于v0加at 那v0是0 然后加速度是1.5 时间带进去之后就得到说 它现在的速度是19.9公尺每秒 那这个就把这题解完了 好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用几个例子来为大家介绍 如何用切线法线的这个描述的方式呢 来求解那个曲率的曲线运动的一些行为 而且我们也把这个曲率半径这个揉的共识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那我们下个单元会进行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下自在继续中间 我们下自续归物里面 现在我们下个阶段 我们下自续归们的感觉 我们下自续归的照片 我们下自续归的照片 我们下自续归的照片